嗨 HONDA CR-V 跟 FIT 的粉絲團 HELLO 我們應該是第一次在這個社團裡面開直播啦 那我是 KT Resin 避震器 或者是底盤 煞車也有啦 我們是製造的工廠 那剛好今天有這個機會 安裝的車款是 CR-V 所以我們就把車友在升級的一個過程 直播來跟車友分享 那如果線上的車友剛好是 CR-V 的話 很歡迎大家一直提問 那我們會立刻把鏡頭移到大家想要看的問題的地方 那今天這款車是 CR-V 的四代 主要的工作就是安裝 KT 的道路板避震器 還有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至於為什麼要裝仰角調整器 等一下的話再跟大家一一來做介紹 那我們先來介紹的是原廠的 它的懸吊系統跟一個避震器 它的這個還逼住這個有點危險 這個是恐怖的東西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在四代的部分 它的避震器跟三代差不多 就是前面都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上座的話會有一個上座 這個是前面的 這好像是一個手掌樣式 所以它的上座的形式很特別 一般上座都是三顆螺絲比較多 這個做得到五顆耶 它的三代跟四代的局部是差不多的 那在前面一樣是日製的一個 橫向兩顆螺絲的麥花城懸吊系統 但這台車大家都知道吧 這台車是休旅車 所以在很多的設計上 KT有用很多的心思 讓這台車能夠更舒適一點 譬如說前面的彈簧 一般的單桶式避震器 大部分搭配的前面彈簧 是直捲式的彈簧 那如果要舒適的話 只能把公斤數盡量降低而已 但KT的話一樣維持七公斤 可是將彈簧的形式直捲式的 改成一個燈籠狀的形式 所以讓它的行程 作動的行程能夠多是35% 然後上下作動的一個舒適度 也會更好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前面 那後面的避震器 它是多靈感的 算是一個雙A的懸吊系統 可是它的彈簧跟避震器 是做成一體的 那它的上座很深 所以上座的話是需要沿用原廠 那這裡為什麼會把彈簧逼住了 因為要拆原廠上座的時候 它會有危險性 它會跳開嘛 所以需要把原廠的彈簧 把它逼下去之後 再來拆出這顆螺絲 把上座把它拆下來沿用 那上座的話 原廠上座跟上座的下方 有一個橡皮墊 那個都是需要沿用的 那這一個是右邊 右邊的避震器 它有一個固定點 這個一般看起來會以為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但CR-V的四代這一顆固定點 是在固定它的光軸感應器 就是前面的話是配HID 後方的話會有一個光軸感應器的位置 需要做鎖覆 所以在這個地方 KT的話也都很細心 很細膩的話 有把這個位置把它做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是 這個是原廠的仰腳 以這台車來說 後方在安裝完避震器 要做定位的時候 後方的豎腳是能調整的 可是仰腳是沒辦法調整的 所以如果車蓋要降低的話 後輪的Camber角度會做得比較趴 但是趴太趴的話 就會吃輪胎的內側 所以需要靠仰腳調整器 把它後輪的這個角度 再把它設定出來一點點 所以就還不會吃胎 所以這個是 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話 就建議要多加裝仰腳調整器 那今天仰腳調整器 選擇的品牌是Summit 是在這裡 這個是原廠的仰腳 它沒辦法調整 可是這個啊 它有辦法從這個地方 來做Camber的調整 它能夠調整長短 那調整長短 後輪的Camber角度就會改變 所以這個品牌是Summit的 那它裝在 仰腳調整器裝在的位置呢 是在 SB的上方這一支 在這個地方 它原廠的豎腳 豎腳可以調整 那仰腳的話就需要靠這一支 而且這個能調整的長短 幅度啊 蠻大的 所以可以做出 就算降到很低的幅度啊 也不太 不太會因為這樣 而造成原胎內側異常的磨耗 那後方的話 避震器的部分喔 KT的話是使用 兩百層十二公斤 兩百層十二公斤 那在 剛剛提到的光軸感應器 HID的水平掉下感應器 是在裝在這個地方 這支要沒電 好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這裡的話 有一個水平感應的位置 可以固定它的一個光軸感應器 上座的話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好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好那在這裡比較 在KT用料的部分 像是我們裡面所填充的阻尼油啊 是使用義大利 義大利一神筒 義大利IP進口的阻尼油 那油風的話 我們使用的是跟TIM 日本的TIM等級的NOK油風 也都是品牌很大 然後它的耐用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好那我們來介紹前面的 你要小心喔 這裡有桿子 來啊這裡的話 上座 上座的話是在上面 在這個地方 今天這個應該是2.4的吧 對2.4升的引擎 這個是4代啦 大概後來再變成5代的話 就變成1.5升的地球夢引擎 變成1.5渦輪了 所以這個算是NA的 最後來設定的NA系統 這個是它的上座 在上座的中間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顆旋鈕就是在調整 前面的軟硬度的 如果往逆時針的話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所以一共有30段的軟硬度可以做調整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好那前面的彈簧比較特別的是這一條 這一條的話它的彈簧啊 是一個燈籠狀的 所以它的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在其他周邊的部分 CRV的話它的離載串比較高 所以我們把離載串做的話往上拉 那離載串直接啊 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這一個設計的話 比較早期KT的設計 是需要換離載串 KT也會有度啦 可是當這個離載串換的比較短之後 它轉方向盤作動的角度啊 會比較大一點點 離載串的壽命 會比原廠的短一些些 所以沿用原廠離載串的壽命的話 會比較理想一點點 那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喔 這些的固定位置呢 都可以代表這個零件 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並不是在綁束線帶 或者是用通用型的油管架之類的 所以這個都是 KT所為了CRV的四代 所專門設計的一個規格 那前面的車高跟後面的車高 這個彈簧跟避震器 都是一體式的結構 所以在調整車高的時候比較簡單 我們只要把它整體的長度把它縮短 車高就變低了 那這台車 因為後面的避震器的長度的關係 所以這台車 一般來說 設定上我們也不會做到把它什麼暢鱗之類的 一般來說 降到最低大概是兩指到三指幅左右 那也就是一般車友 比較想要降低的一個幅度 所以這個的話 大概它能調整的車高範圍算是蠻大的 而且像這樣是靠腳座來調整的方式 它不會壓縮彈簧 所以調高跟調低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整體開起來的乘坐感覺是差不多的 那這一款車 我們有很多的Honda 像我們早上安裝的 在公司的 不對 是在Civic 9代的粉絲傳裡面直播的是 8代跟9代的 早上是Civic 那今天10點多安裝的這一台是CRB 我們有做了很多Honda的車款 如果大部分的一個八、九層的一個熱門改裝車款 幾乎KT都有對應 那如果車友們想要比較避震器的話 經理會最推薦的方式就是試乘 實車來試乘看看 那試乘之後如果有滿意的話 再來考慮KT的品牌就好了 在KT的台灣的一個銷售體系 北區的經銷商或者是中序的經銷商 我們還有南部的一些店家 分別都有提供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車友有需要試乘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那如果針對經理剛剛的直播影片 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都可以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以上是今天CRB世代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